无愧的工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关于到耶稣他是第二个人和新族类的首领 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耶稣是幕后的亚当 他为首先的亚当 并他的后裔承担了一切的罪恶 审判和咒诅 借着他自己的受死 埋葬 结束了救亚当的一切 然后死后三天 他从死里复活过来 成为第二个人 并且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 从此一切愿意用信心与基督联合 在他受死 埋葬和复活当中有份的人 都得到了重生 成为新族类的一份子 耶稣是这个新族类的头啊 而一切相信耶稣的就是耶稣的身体 因此 因此新族类的开始 是开始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一切用信心相信并接受福音 与主联合的人 都成为耶稣的身体一部分了 成为新族类当中的一员 那么之后我们又思想过 神对新族类的旨意咯 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 神对这个新族类的目的和旨意 头一样最基本的 那就是去实现神在亚当身上 未能实现到的一些旨意 因为亚当堕落了 他达不到神的旨意 所以神希望在新的创造当中 得以实现 第二 神对新族类的目的 是要扭转亚当堕落所产生的结果 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 我们要来看这个新的创造 新的族类怎么样在神的旨意之下 把亚当堕落所带来的后果扭转过来 好 我们先来看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圣经这么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这个地方说得非常清楚了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他所成就的工作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撒旦的工作 除灭他的作为 除灭的意思就是消除 消灭 当施洗约翰论到弥赛亚将要来的时候 他说他就是为他解携带 也是不配的 耶稣来是为消灭撒旦的作为 我们可以把这些作为连到亚当堕落的结果上去 那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看到亚当的堕落 所带给全人类的整个创造的五个结果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新的族类 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而除灭撒旦的作为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 神在头一次的创造当中和第二次的创造当中给人类的 亚当堕落的头一个结果 那就是他的性情有了转变了 败坏是圣经用来形容亚当转变的性情 亚当的性情就叫败坏 犯罪之后的亚当身体和灵性都败坏了 那可是因为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把一个全新的性情加给了一切相信他的人 这就取代了亚当堕落所带来的败坏了 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九到十节所说的 那保罗这么说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你看看啊 这家经文说 我们是渐渐更新的 这是一个进行的时态 不断的向前进的 就正如啊 造他主的形象 每一个基督徒 在基督里都是一个新造的人 那都得到了更新 更新认识到造他们的主的形象 并且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 那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信息啊 在头一次的创造当中 神以自己的形象去造人 神造了六天的工作 直到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之后 神才在第七天安息 同样的 在神的创造之中啊 神也要在信徒的身上彰显他的形象 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第二节 圣经这么说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好 这个地方啊 特别指出 是因认识神和主耶稣的 而有他所赐的恩惠平安 那下面三到四节就说了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呢 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有几句连续的句子啊 先是第三节开始 神的能力已经给了我们 这就包括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咯 在新的创造之中啊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了 这正如他在旧的创造之中 他预备好了一切那样的 亚当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全部都齐备了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的 充足的 在基督里新的创造也是这样的 我们在基督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全都齐全了 神的神能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肉体 灵力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 我们今生的物质生活 我们的身体一切所需要的 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头得到了 我们不必去担心 因为一切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那今天很多人为着自己的需要啊 向神苦苦的哀求 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到这个奇妙的真理 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 我们的人生就是丰盛的 一无所缺的 这是今天好多基督徒都不明白的 在我们继续看基督救赎的第二个结果 恢复权柄的问题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第三到第四节 圣经这里这样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寄托离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那我们看见神为这个新的族类已经有了丰富的预备了 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的前进的事都赐给了我们 他怎么样赐给我们的呢 是借着我们认识呢 用荣耀和美德来照我们的主啊 简单来说 那就是透过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一切都是包含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之中了 那么这一切神所预备的供应又怎么样的临到我们呢 第四节的头一句就说了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那原来神的供应啊 是在神的应许之内的 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包括在神的应许之中了 如果我们多读圣经 多知道神的应许 我们的一切需要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那我也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比较 旧约的领袖约书亚 神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呀 同样的 在新约里头呢 也有领袖耶稣 耶稣这个名字的西伯来文呢 那就是约书亚 神也借着他领他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 所不同的就在于 以色列人所进入的是一处应许的地方 但是我们所进入的是一处充满了各样应许的地方 神为属他的人预备了一处地方 在那个地方啊 什么都有的 丰富到什么程度呢 是流乃于蜜的地方 我们不用工作 不用挖水井 不用出大力气 不用种植 一切一切都已经有了 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进去 然后就拥有这一切了 这一切不是我们劳动创造出来的 是神早就预备好的 然后我们得了这些应许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四节的第二句就说了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可以有份与神自己的性情 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败坏是什么呢 败坏就是亚当堕落所引致的结果呀 包括了身体和心灵的败坏 但是基督所成就的救赎 却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 使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是神借着我们对他的认识 进入他的应许当中所得着的 基督本是神 却成为了人 但是信徒虽然是人 却在神的一切上有份 我们在讲到幕后的亚当的时候 曾经讲到十字架所做成的一个交换 耶稣拿走了人类的一切的恶 使信徒能够得着属于神的义 但是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交换呢 却是更大的了 耶稣是神 却为我们成了人 所换给我们的是属神的美善 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 那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你看呢 当我们在心里头接受神的道 得到了不能朽坏的种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表现出 不能败坏的性情了 我们脱离了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 得到了神的性情 这是非常合理的 好 亚当堕落的第二个结果 那就是撒旦夺取了神给亚当的权柄 可是基督成就救赎的结果 就是恢复给撒旦侵占去了的权柄 而这些权柄本来就是给亚当的 在新的族类当中啊 基督要把这些人应该拥有的权柄 再次的赐给了我们 那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 这权柄这个词啊 权柄这个词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吧 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 那这是耶稣在复活之后 临生天之前说的一段话 圣经这样记载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个地方说啊 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 那我们记得 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呢 他是称撒旦为世界的王啊 他在旷野兽试探的时候啊 撒旦也曾经说 将整个世界的都指给他看 并且说 如果耶稣肯向他下拜的话 他就把这一切都给耶稣 但是到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 撒旦所夺取的一切的权柄 耶稣都得回来了 因为耶稣已经替全人类赎了罪 神的公义已经得到了满足 所以罪的问题啊 就得到了完全的解决 撒旦也就无计可施了 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结果 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 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你们要去 换句话说 我们要去行使我们的权柄 耶稣已经得回了他的权柄 但是他立即的就要返回上天去了 他要到天父那去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权柄留给了 仍然在世上作为他代表的门徒 使他们有这一切的权柄 以分所书的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也讲到关于权柄的 这里说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得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那 耶稣远远超过宇宙一切的权柄啊 那下面二十二和二十三节又说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 做万有之手 那是他做教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基督是为首的 他被神高举 坐在父神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那么信徒在基督被高举的图画当中 站在什么位置上呢 我们看看以夫所书的第二章五到六节 那这里讲到信徒在基督得尊荣的每一个阶段当中 都是有份的 这里说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那你要留意了 我们不单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得生啊 我们更是和基督一同升天 一同坐在宝座上 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哦 然而 今天我们生活到哪一个地步呢 在哪一个光景之中呢 这就在乎我们个人的信心了 神说 我们可以像基督那样的到天上去做王统治 但是我们有接受这个任务吗 有这样的信心去接受吗 当然 能进到宝座去的路是极其艰难的 并不是一条很阔很直的道路 必须经过十字架埋葬和复活 那些不愿意与主同定同埋葬的人 是不能够进到宝座那去的 救人救性情都是不合适的 因为救人是已经堕落和败坏了的 我们必须先把那个救人定死 并且经历与主一同的埋葬复活 才可以升到天上去 与基督一同做王的 那如果我们想看某个地方的景色的话 看看地形啊环境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居高临下 因为这样呢 才能够一览无遗 看得清清楚楚 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清楚 要完全明白神的在这个世代当中 所怀的旨意 那我们也要进到最高的位置上去 与基督一同升天做王 这样才能够明白神更多的一些事情 当我们接受神的邀请去做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了 那才是真的从神的角度去看一切的事物了 好紧接着下来呢 我们又要来看看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果了 那就是从撒旦的权势和影响所带来的恐惧中得到自由释放 我们先来看两处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权柄和尊荣的经文 首先是罗马书的第五章 十七节 这一章的下半章呢 是保罗将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比较 叫我们看见两者的分别 那不过今天呢 我们只是来思想其中的一点 那就是十七节所说的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这个地方说啊 我们是应该和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做王的 那我希望留意 留意撒旦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对比 撒旦是一个暴君 他要统治人间 征服人 这是撒旦唯一的心愿 但是耶稣来 他要消灭撒旦的作为 不但是让我们可以脱离撒旦的手 并且可以和他一同的统治 一同的掌权 一同得到高举尊荣 那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我们那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竟然可以从撒旦的魔爪之中啊 释放出来和基督一同做王 我们要留意撒旦的性情和神的性情是不同的 是截然不同 在什么地方不同呢 撒旦不会和人分享他所拥有的 然而神却是渴望跟信他的人和他心意的人呢 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那幕后的亚当在生命当中做王 启示录的第一章五到六节说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之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也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做王统治 又可以做祭司 你看呢 这一切都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来为我们做成的 借着主的宝血 我们可以做君王 做祭司 去统治和献祭给神 并且为人代佬代求 这是信徒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三种执事啊 那就是统治 献祭和代求 那然后在启示录的第五章九到十节 我们又看见同样的一个信息 在这里经文说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着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地方又把君王和祭司连在一起了 那这是因为 耶稣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为大祭司的 这在西伯来书有很清楚的提到的 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下 君王和祭司是分开的 君王是属于犹大之派的 而祭司呢 这是属于立位之派的 不过这只是神战士的安排啊 因为基督身为君王 他也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为大祭司 那从此君王和祭司就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麦基喜德是第一位祭司 这是一个事实了 那早在摩西律法之前的 他称为神的祭司 而麦基喜德的名啊 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公义的王 那所以君王和祭司的两种伟大的执事啊 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但是摩西的律法 这把它暂时的分开了 到耶稣的时候 又融合在一起了 因为耶稣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的 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 也就可以同时为君王和祭司了 在律法之下 大魏是君王啊 但不能成为一个祭司啊 他做君王可以 但是不可以做祭司的工作 亚伦当祭司 但是不能做君王 那这是旧约律法下的限制了 耶稣基督得回了完全的政权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八节那儿 那记载约翰在巴摩海岛 看见复活的基督 充满了荣耀 他说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复活的基督 不但是天上和地上的主 那更持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一切的权柄 信徒都可以拥有的 因为耶稣要升上高天 到父神那里去 他临升天之前 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信徒们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让我们行使 他给我们的一切的权 其实这些权呢 神早在创造亚当那个时候 就给了亚当的 那我们知道啊 亚当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他是神的代表 有权行使神 给他一切的权柄啊 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同样是神的代表 那在前面我就讲了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我们在地上 我们有国籍 我们是地上某个国家的国民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那就是天国的代表 天国是什么国呢 那是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是神国的代表 也说过 我们是神国的大使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有大使的身份 要活出我们所代表 那个国度的那种香气出来 那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里头有了神 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我们应该要学习 效法基督 有基督的样式活出来 让人家看到我们 就好像见到我们的主一样的 这就说明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天国的代表 在这行使一个权利 这个权柄是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 我们也有权行使神的一切的权 我们要得回亚当 当初神创造的时候给他的 然后给魔鬼夺取的那个权 现在耶稣基督从魔鬼那夺回来 又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有了当时亚当 所失去的一切的权 不但这样啊 除了可以统治权地之外 连鼠灵的权柄 以至地底下阴间的权柄 我们在基督里都拥有了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你记住 我问你准备的小册子 圣经自修课程 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新缩曲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